我希望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不要眨眼睛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终结 张伟丽一个制霸世界女子拳坛的女中豪杰 她打法强硬敢打敢拼 同时又心怀大意 急剧武德 打老外时能下多痕的手就下多痕的手 能打费绝对不留情 但面对同胞时却又小心翼翼收起沙烧 生发生斗自己人 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她都会身体五星红旗 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在世界疫情期间更是主动站起来 替祖国说话 然后我现在我的祖国正在有疫情 希望我的国家赶紧度过疫情 但是现在疫情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事了 是我觉得是全人类的事 我希望大家一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是为女性的她同时也不忘记为女性发声 我们不是在比赛 我们在这个八角龙里面展示女性力量 我们女性 谁说我们不可以 我们可以 从2014年到2020年 好许二十一战全胜的张伟丽震惊了世界拳坛 但正所谓数大招风 张伟丽强大的同时 在世界上也得罪了不少人 有不少国家的高手都想和张伟丽较量 梦想击败她成为世界冠军 但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在巅峰时期张伟丽的面前 能挺过一个回合都难如登天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些在张伟丽的拳头之下 被光速秒杀的外国选手 如果你也喜欢张伟丽 那本期视频最好不要错过了 因为实在是太过精彩 好第一场比赛是在2016年的年底 我们中国北京举办的一场聚局 我们注意看正在出场的选手 唱着歌 哼着曲 扭着胯 哎呦还跳着舞 这个时候再给他来个老头当舞伴 那就完美了 没错 他便是来自韦瑞内拉的全坛老将 卡拉贝尼特 好 这个卡拉和张伟丽的确是有点渊源 因为他曾经在早些年和张伟丽的老对手 也就是 乔安娜耶德杰西克 波兰的女前王 打过比赛 他呢观众朋友们 是一个绝对绝对的老将了 曾经被称为全坛霸王瓜 但如今已经48 他是一根全坛老黄瓜 只能说呀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看他的皮肤已经是松松垮垮 你看肚子 浑身的肉啊都已经松懈了 主要是这是老外啊 因为外国的女人呢 她老得比较早 比较快啊 不像我们中国的美女 哪怕到了六七十岁 依旧是美女 赛前有媒体记者采访卡拉贝尼特 问他说呀 你这个打张伟丽 你有几成把握 他竟然表示说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张伟丽 但是我知道 中国人的实力肯定不强 所以说打中国人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也就是实诚的把握 这说到委内瑞拉呢 我想起来 今年的6月24号 中国列报七号军 对阵委内瑞拉 37岁的老将 斯米诺的那场 世界全王争霸战 对 赛前的媒体是一边倒 包括在转播的时候 我还说我说 今天刚好球的获胜 没有什么悬念 只不过悬念 就是看方式是击倒 还是点数 对 结果在第十二回合 被斯米诺 PKO 是 所有的预言 有时候不一定是准确的 对 所有的表象 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对 我现在隔着屏幕 都能闻到一股老人味 没错 从卡拉贝尼特的身上 我闻到了老人的味道 虽然说他身高必长 四肢都很长 身形上有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我们看 他在张伟丽的面前 他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们 你看 我这个感觉四肢都僵硬了 退化了 感觉给我们一种 就像自行车上锈了 需要上一点油 才能够运行起来 但是贝尼特这个追击了一个拳法 好像是有点击中啊 贝尼特打的也很稳 你看 这个环境的扫贴质量很高 好漂亮 贝尼特的这个直线拳 重拳 有了 有了 继续 继续上钩了 对啊 要推开 有了 已经明显 明显 只有招下 看对方实在是没什么实力 张伟丽也不再隐忍了 乱拳招呼对手 但这个时候也要小心 不要把对方的这个 心香的假牙给打掉了 要知道外国香一个假牙 可是非常贵的 好 后手 漂亮 哇 一拳 比赛结束 现场裁判 终止了对局 非常痛快 比赛几用时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张伟丽拿下了韦瑞内娜的老将 卡拉贝尼特 好 打完卡拉贝尼特 在2017年的年初 张伟丽立马打了 洛尔德斯格伦诺 这位来自于巴拉圭的全坛老将 没错 这也是一个老家伙 观众朋友们啊 第五诗说张伟丽很喜欢这个欺负老人 还真不是我们想打 而是这帮老家伙 他蹬鼻子上脸 非要挑战张伟丽 我们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如果打赢了 没什么好处 说我们欺负老人 如果打不赢 观众朋友们 那更坏事了 说张伟丽打不过老人 那严重的后果更为恐怖 最说张伟丽只能是硬着头皮打 而且在打的过程当中啊 还有小心翼翼 不能伤到这帮老骨头 可见张伟丽有多么的难 既要打 又要控制好力度 但赛前这个老太婆格伦诺 却嚣张地表态 这一次来中国 他将会多一个女儿 因为他会把张伟丽 打到亲口叫妈 好观众 那么今晚我们迎来了 今天啊 这三条带 有天妖带争夺的 第一场比赛 是的 女子草量级的世界 球场天妖带的争夺 罗尔德斯和张伟丽 这两位选手啊 张伟丽身高呢 要高一些 张伟丽低嫂啊 张伟丽越发的成熟啊 因为他本身 他自己的技术体系 就很完整啊 实际上观众朋友们 张伟丽的身高和臂展啊 都是非常非常矮 非常短的 所以说在打老外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都处于劣势 但今天我们看 对方呢 身形上 既然不如张伟丽 干干巴巴麻麻 来一来 明显 他已经缩水了 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这个身体啊 会发生退化 水分肯定没有当年那么多 后来说呢 可能他以前参加的 是别的这种比赛 对 比赛的比赛 对 他这个四送一步 只是他在这个 MMA推迟下的这样一个 是的 现在看到 他的战力技术 也是比较不错 对 定型定的也比较好 好 后手前 中间有一拳 有命中啊 顶西 连续的顶西 继续 结束了 又是一个回合 太快了 太快了 好 观众朋友们 节目精彩好不好看 这场比赛比上一场 还有快 好 我们注意看 这怎么回事 这是要碰瓷吗 紧闭双眼 还行 还喘着气 应该不会额太多钱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张伟丽的第三个对手 便是来自于法国的 拳坛散打名将 兼布朗托瓦 对 你没有听错 作为一个法国人 他竟然从小练习 我们中国的散打 并且在散打领域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说 他的战力水平 他的拳腿功夫 绝对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练习散打出身 而张伟丽 我们也是练习散打出身的 所以说今天 可谓是针尖对脉盲 算是碰到 在还没来中国之前 他就拿着金腰带 在媒体面前狂言 他表示要和张伟丽 赌上彼此的腰带 甚至还有一想 想和张伟丽 签下生死合同 也就是免责合同 通俗的人来讲 那就是生死状 但观众朋友们 他是这些选手当中 叫得最欢 结果挨揍 挨得最惨的一个 好 双方比赛开始 我们注意看 白色拳道张伟丽 而黑色拳套 这是法国三打名将 吉恩付让所网 好 对方的侧出来 还有感觉 选风梯 两个人明显 谁也不服谁 互拼腿法 他的那个联系 就是他以前 有过三打的基础 看谁能拿到这个拽法 好 张伟丽先拿到拽法 而且呢 我看到吉恩是想在 倒地公司 使用一个乱动男的进攻 但是没有那么成功 张伟丽 现在是处于上位 处在吉恩的 双腿的 防守室当中 从力量那边 我们从一出场 就感觉张伟丽 力量要好一点 果然不舒服了 所以我不能打架 我肯定打成面 是吧 是的 对于 刚刚要不是裁判 张力出手 恐怕对方啊 已经被张伟丽 打飞出了一台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张伟丽的力量 和对方啊 相差实在是太多了 好 注意看 又是一个 只是强行把对方 按倒在地 没有任何进巧 就是单当面 力气太大了 张伟丽有很多 睡觉陪练 包括睡觉教练 都说呀 张伟丽干脆 就不要打什么 拳击赛了 据我们中国举重队 一样能拿金牌 这是很多专业人士 对张伟丽的评价 那就是力气太恐怖 从这个位置 如果基恩的双手 能够搭扣 也许能给张伟丽 产生危险 张伟丽把头也拔了出来 基恩的双腿上盘 想要去做张伟丽的 十字骨的进攻 张伟丽轻易地 张手掉了 张伟丽现在在上位的 地面砸拳的进攻 这个他一个无法发力了 已经破腿 从这个位置 张伟丽 从侧面压制 而且是一个 比较高位的侧面压制 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中国格斗的选手 从这位张伟丽 刚才用同仙的肘肌 进场裁判 又一次仗义出手 把对方给拉了起来 不过裁判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金布朗索瓦 立马躺到了地上 摆好了姿势 这个非常配合 非常配合 裁判一个眼神就够用了 具体这之间 有没有什么事呢 他们两个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知道很默契 很配合 他现在想用腿夹住 张伟丽的右臂 然后不让你没办法 把力 你看到 是的 现在张伟丽想从上位 入手一个十度 撑起 非常漂亮 多姿的 非常重的地面杂拳 而且面对于 金的上脸上盘 这个机会非常好 机会非常好 是的 再次收进 大家伙看到这场比赛 可以对比一下 张伟丽打颜小南的时候 你看看 同样是拿到上位 现在张伟丽是怎么打的 连拳 带手 各种杀招 往对方的脸上招呼 专打脑门 专打太阳穴 而我们在回顾 张伟丽在上位 打颜小南的时候 那可真是小心翼翼 生怕 把颜小南打出血来 总而言之 这个对比 一下子就出来了 也彰显出了 张伟丽真正的格局 起桥来干扰张伟丽的重心 甚至呢 利用起桥 自己知道空间 来逃脱 但是张伟丽 不给他任何的空间 因为这种起桥来看 就我明显就是 他出上双一出上 就感觉 这个机子力量 不如对手 你看他之前 我虽然有腰背的 腹部的力量 但他不够 不够 张伟丽的缠斗的技术 非常地扎实 对于时机的把握 现在机子有点急了 有点急了 有点急了 打这种MMA 他看来比赛经验 确实 是他的第四场 砸轴 不停的砸轴 刚才一个砸轴 已经奏效了 差点是 由 差点造成了 明显的效果 现在是被迫转身 如果是被迫转身的话 就给张伟丽 一个和被罗角的机会 急缺的砸轴 砸拳 不停的砸拳 不停的砸拳 他就今天认为 我肯定就是砸拳 好 现在裁判终止了比赛 用时四分四十五秒 还有十五秒 马上结束时 裁判看不下去了 因为金福朗索瓦 他的额骨 也就是脑袋 被打出了血包 好 注意看 这个血包的位置 非常的恐怖 如果真打破 或者打出血 真有可能打出命案 但张伟丽 还是张伟丽 我们有人有意 而且呢 还非常有武德 没有下死手 好 接下来这场队局 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根本就没有看过 因为本场比赛 在网络上的资料 非常之少 他正是来自于 巴西的七冠王 麦拉 德索萨 他的三打水平 比上一个金福朗索瓦 也要高上不少 他是七冠王 一次巴西的 三打锦标赛冠军 四次周济赛的 三打锦标赛冠军 还有一次 世界三打锦标赛的冠军 没错 七个三打冠军加身 这个麦拉德索萨呢 也是非常嚣张 他表示 他不仅要打服张伟丽 还要终止张伟丽的连胜 因为这个时候 张伟丽的连胜战绩 已经达到了15连胜了 所以说 很多人都想梦想 击败张伟丽 然后一战成名 第一条女子世界冠军的 金腰带的争夺战 拳法逼得标准 果然是习练过散打 还是近地面了 但两个人都想站起来 没有特别的近地面 巴西选手是说是 席练13年的这种散打经历 但是张伟丽呢 现在他的战力教练 是单独的请的是泰国教练 加强自己的战力 因为两位运动员 都有很好的战力格斗的这种能力 所以他们没有特别给予 进入到这个地面战 对 我相信可能还是会进入到 对 因为麦拉我看 他是这种距离控制的 还是比较不错 他因为他身高 要占一定的优势 对 女孩子现在这种女子选手 打出这么漂亮的组合 两个人 好 接着地面 很好的位置 接着地面了 有没有三角呢 虽然说麦拉德索萨 他来自于巴西柔术的发源地 巴西 但是他的这个柔术技巧呢 我们看 几乎是为零 不能说完全不会 只能说呢 只会一点点的皮毛 所以说来到地面之后 我们看 反而是在下位的 张伟利拿到了优势 在压制麦拉德索萨 这个场面 在综合格斗当中呢 极为罕见 而且他在上位的话 我们看 做不出任何的反击 被张伟利的双腿盘扣 而且我们的手 也抠出了对方的脑袋 哦 下位肘击 有人流血了 我们看张伟利的鼻子上 边上有血 但不知道是张伟利的 还是对方的 而且我们注意看 我们的左腿 已经搭到对方的肩膀上 一切都在张伟利的掌控之中 哎 这个杂技地面的 哎 这个 这个 我觉得麦拉对地面 没有特别大信心 对 有时候有机会的时候 他还是站起来了 对 已经两次了 对 已经两次了 我们看到确实 麦拉的左边的支撑水外侧啊 但是他们的比赛跟战利比赛是不一样 他们是五分钟一局啊 好 好战利 有没有难的 赵伯导 阿翔 西法 这叫他身后 阿翔拿背 对 阿翔拿背 阿翔不要 有了 有可能 罗角有了 罗角有了 已经完成了 还要坚持 被张伟利拿到罗角位的麦拉 还在挣扎 但实不知啊 他越是挣扎 张伟利下手就会越狠 好 好 观众朋友们 又是一场荒速鸟杀 一个回合之内 用巴西柔术 降服了一个巴西人 我只能说 有点可笑啊 好 再来看第五场比赛 张伟利的对手 一点择翼 一点的轻松 没错 来自于巴西的西蒙娜 杜尔特 他的表情之所以 如此轻松 如此的放松啊 因为他呢 是非常有信心 因为他比张伟利 大了两个级别 原本这场比赛 他的对手是我们的 中国女将熊静男啊 熊猫熊静男 但熊静男的脖颈受伤啊 只能无 只能退赛 这个时候 没人能出战 但张伟利表示 我能不能打啊 我可不可以升两个级别 来拿这个金腰带 我是前天 晚上的时候才知道 就是说静男受伤了 然后那个 不能打这次比赛了 那我说 现在没人 那我能打吗 说你老是说 他说可以 然后我就突然 夸级别来打这场比赛了 好没错 差了两个级别 所以说本场比赛 对于张伟利来想 这个难度系数 相当之高了 而且对方呢 我们看 完全不像一个女人 哎呦 这个感觉 人数是女人身男人像 两个级别的话 大概比张伟利中了十多斤 那不到二十斤 好 范特 比赛开始 让我们废话少说 一起来欣赏比赛 小 低扫 对方反击大得真不错 对 尽管只出了两拳 你看确实有很高的这种职业拳击的素养 这个底扫有效果 一个后手换一个底扫 对 对方的拳很好 一定要很好 挺好对方的拳 很明显 我们看张伟利 引以为傲的这种拳 在这个时候 有点吃力了 因为这个体重差了太多 有点打不动 而且这个西蒙娜 在打张伟利之前 她是专门打拳击比赛的 对于全法相当之豪 我们看她的站姿 她的步伐 都是标准的一个拳击风格 包括你看 拳法很快 臂展也很长 张伟利咬着牙 顶着对方去打 勾腿半摔 这下就到了张伟利的领域 到了张伟利所擅长的一个地方 尚未疯狂的打拳 没问题 七胜位 没想了 还在有动作 走鸡 张伟利抓住机会之后 这是她的绝对优势的位置 我感觉张伟利刚才因为那几个拳 就打出火气了 没错没错 这对方确实确实是挨了几个 对对 实实是很准 尤其是那个前手 有一个白头打得很准 对 继续的垂击 走鸡 啊呦呦刚刚对方的起乔有效果了 对 夹住呃 这个用龙边啊 借力 哎 好 转移很快啊 好 拿后背 两个腿夸进去了 手前部队队继续 别着急 用腿先把他的推翻 快快快快快 好 车开的杂志很有效果哦 看 开 工具 终之比 终之比赛 好 我们出去看看张伟利的表情 非常具有一股杀气 呃没错 该可爱的时候可爱 该有杀气的时候 就该有杀气 咱们告诉张伟利横跨两个级别 战胜了 西蒙娜·杜尔特 上比赛可以说是张维莉 打过有史以来最难的一场了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 也很难有来者了 那么恭喜张维莉 好 今天的五场比赛 五场的光速秒杀 您觉得哪场更为精彩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